Knowledge Graph 知识图谱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知识图谱是什么 Google浏览器大家都知道 用户通过Google搜索问题的答案 实际上完成这个动作的背后 需要数十亿的信息 和对用户可能需要的所有事实和统计数据的理解 作为呈现出来的Google查询结果的一部分 这背后就是Google的知识图谱 充当了所有浏览器信息的数据库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当数据转化为高度结构化具有语境的知识时 它可以成为极其宝贵的资源 而这样的资源被我们充分利用 就能实现很多可能性 光看这些公司的市值 就能知道这些颇具洞察力的知识图谱价值何在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大部分知识图谱 都是中心化的 相对独立的 封闭的 它只为所有者提供丰厚的经济回报 社交网络系统随时可以强制封号 强制删帖 多方面展示中心化的绝对力量 Origin Trail团队正是看到了知识图谱的潜力 以及去中心化知识图谱的价值 通过AI的加持 让去中心化知识图谱 DKG的潜力 可以在时间的积累下 实现前所未有的爆发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Origin Trail Origin Trail团队在2017年就已经成立 不过在当时并不是现在的愿景 也就是1.0白皮书中描绘的 尝试通过为一些供应链 构建一些应用来解决很多关键问题 通过在这些应用中建立的数据资产 来帮助提高供应链的信任和透明度 而迭代后的2.0版本中 Origin Trail开始尝试在波卡生态中 再搭建一条平行链 Neural Web 曾用名Origin Trail 用于实现DKG去中心化知识图谱 不久 白皮书升级到了3.0版本 Origin Trail开始探索AI的潜力 由于Origin TrailDKG原生AI 与任何模型 实量数据库和代理都可以集成 这就让Origin Trail不仅能够 以可验证的方式跟踪信息的来源 并且可以实现发现DKG中的推论 和挖掘新的知识 以及使用DKG上的可信知识 验证现有的数据 确保知识的完整性 从而实现可信的人工智能 这也是Origin Trail现阶段的终极愿景 通过人工智能AI 来构建生态系统的 去中心化知识图谱的技术设施 在Origin Trail创建的系统中 可以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 来创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知识库 那就是知识挖矿 也通过这种方式 不断地丰富知识图谱 保存可信的数据和资产 值得一提的是 Origin Trail可以在知识图谱 和区块链之间 形成强大的协同作用 这种协同作用的结果 使DKG可以与多个区块链网络 纵向集成 不仅为其带来了额外的韧性和规模 而且还丰富了这些区块链 具有本地DKG的功能 同时知识的生产也可以横向集成 在不同链之间同时进行 知识矿工 可以在任何集成DKG的区块链上 挖掘新知识 反过来一个区块链上发布的所有知识 都可以在任何其他集成的区块链上访问 允许跨链的知识资产 协同作用 Origin Trail获得了英国标准协会 Scan Polkadot Parity 沃尔玛 世界学友并联合会 Oracle 和欧盟委员会 下一代互联网的世界级组织的支持和合作 这些合作 不仅是对Origin Trail的信任和认可 更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 Origin Trail利用开源的去中心化知识图谱 将物理和数字世界连接在了一个统一的现实中 通过他们提供的好用工具 让用户自己决定哪些是他们希望保存的重要资产 因为这些都是未来可能会消失的关键信息资产 容易受到中心化实体的操纵 只有让任何普通人都可以创建资产 才能最大可能的保证关键信息资产的留存 而这个留存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久 虽然现在的发布形式还需要通过使用一些面向开发者的工具来实现 但这个过程会在后续的迭代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容易 让任何Origin Trail的社区成员和Web3用户都可以参与到这项技术中去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关于波卡有任何想要探讨的话题 欢迎留言评论区 也欢迎扫码加入我们Pokerware的官方Telegram群 和我们及时互动交流 那我们下期再续